年轻人,说话注意点 我跟老许认识的时候 你兴许还没有出生呢 老李不悦了 让他,让他试试 我,我相信老许的眼光 他不会出错的 老人艰难地说 可是许老,这,这不行啊 这里的医疗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而且这小子这么年轻 他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呢 出了事情,与任何人无关 老许之地有声地说 让他来试试吧 那,拜托了 少女知道自己爷爷的性格 他认定的事情啊 不管是谁都改变不了的 而且看老李似乎跟爷爷的关系很不错 他推荐的人绝对错不了 叶浩轩走上前 他取出金针 然后没做任何的准备 就这样对着许老的胸部 就一针刺了下去 啊 众人都吃了一惊啊 叶浩轩这一针下去 对准的可是肺膊 这可是要出人命的 尤其是老人现在的情况 如果这一针下去 真的会出事的 可是叶浩轩不慌不忙 他自己下手自然是有分寸 他这一针扎下去 一些气体顺着银针的边缘就拍出来 老人的情况马上是有所改善 但是他的呼吸却变了声音 呼吱呼吱 那就好像是破风箱一般 但是叶浩轩不慌不忙 他缓缓地拔动着针 慢慢地向上拔出来 随着针从老人的体内拔出来 破风箱的声音也随即消失了 好了 现在气体已经排出来了 只是现在徐老体内的炎症还没有消失 回去以后 还是需要住院治疗的 而且肺心病是未寒暑的 冬天急冷 或者夏天急热都是不行的 即使是你再小心 也没有防范 如果想根治 这个药方回去以后吃半个月 只是其中的几个药比较难找 但是我觉得 以许家的财力 这些东西并算不了什么的 叶浩轩拿出了一支笔 卸下了一个方子 交给了那位少女 徐老现在的情况 还不算是太稳定 如果方便的话 去医院躺着 卧床休息 我接下来三日 去给徐老针灸治疗 问题应该不大 那名医生给徐老停心脏 凉血压 折腾了大半天 徐老愣是没有事了 他只得一脸懵逼地放弃 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 叶浩轩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手法 居然能这么快 就把徐老的病给治好了 老徐 没事了吧 李老笑呵呵地说 哎呦 没事了 没事了 哎呦 刚才差点把我给憋死 要老命啊 徐老挣扎着坐了下来 只是现在他的气力还有些不济 刚迈出去一步 就感觉到头晕眼花的 一边的李老连忙扶住了他 几名保镖上前来 扶着他坐到了车里 去 你把那小伙子 还有你李爷爷 给叫上来坐坐 徐老对那少女说 好的 爷爷 少女微微地一笑 他转身走了出去 片刻以后 叶浩轩和徐老走了进来 老李啊 哎呦 我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这里居然能看到你 徐老精神已经好多了 他笑呵呵地说 当年你不辞而别 可让我们一阵好找啊 哎 当年的事情 本来就该有一个人 出来做替罪羊的 那次的医疗事故 有关系到外宾 负面影响是要消除的 当年老总看在我的面子上 把事情给压了下来 没有对我判刑 对我已经算是 忍之意尽咯 可是 这错不在你啊 徐老拉着李老的手 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很大 本来在医学界 你是前途无量的 但是因为那件事情 导致你被血藏在老家 这一过就是这么多年 哎呦 委屈你咯 不委屈 他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确实是纷纷不平 明明错不在我 为什么非要我出来 扛这个雷呢 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沉寂 我已经看开了 其实这些年在家里 我在这十里八村的 倒也拨了个好名声 而且这些年 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 我觉得挺好的 我接触的病人更多 其实这样 才让我活得更像是医生一点 只要你愿意 随时都能回来 你走了之后 各位都很惦记你啊 你的偏方 和一些特殊的治疗手法 别人都没有 而且你跟着各位领导的时间久了 他们的身体状况 你是最了解的 哎 不行了 人老咯 李老摇摇头 他叹了一口气 现在我连学位都分不清楚了 这拿针的手都已经颤抖了 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故 我可担不起啊 哎呦 可惜了 你那一手针灸粉啊 徐老有些惋惜的说 你这种人 一天不拿针心里就难受 现在你退休了 你能闲得住吗 人老了 闲不住也得闲啊 这不 我把我的针传给小叶了 以后 以后 他就算是我的传人了 哈哈哈哈 你 叫叶好轩 徐老回头向叶好轩问道 是的 徐老 我叫叶好轩 嗯 不错 不错啊 不错呀 李老对他的针可是金贵得很呢 平时别人碰都不能碰一下 现在他居然传给了你 看来你小子确实是有过人之处啊 哦 粗略的懂一点医术罢了 是李老台的 叶好轩笑了笑 虽然他不知道这老头是谁 但是这老头气度不凡 他一看就知道是九居上位的人物 李老这样说也是帮了叶好轩一把 哈哈哈哈 年轻人挺谦虚的 哈哈哈哈 今天的事情真的是多谢你了 如果不是你 我这条老命都可能交代在这里 应该做的 徐老肺部的问题已经不短了 我建议金造治疗比较好 金造的根处也少受罪 真的能去根吗 徐老微微的疑了 他的这个毛病啊 虽然说要不了命 但是说真的 发作的时候是十分痛苦的 只是这种慢性疾病 一直没有什么好的疗效 只能是慢慢的控制 现在叶好轩说能除根 这让他有些不相信呢 能的 不算是什么严重的病 徐老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在这里待上几天 我保证 三天过后要到病除 好 那我就在这里多待几天 反正也挺长时间没有见到老李了 多住几天就当散心了 小伙子呀 那就拜托你了 一定不会让徐老师吧 爷爷 医院那边已经安排好了 现在就过去吧 就在这个时候 少女的脑袋伸了进来 好好 我们现在就过去 介绍一下 我的孙女 许怡 小丫头啊 小时候我还见过呢 那时候 我还在怀里抱着她呢 可是一眨眼都长这么大了 老徐呀 你先过去吧 安顿好后我再去看你 身体要紧呢 这几天还是要以多休息为主 李老 这位徐老师什么人物啊 出了门以后 叶好轩向李老问道 虽然跟那位老人有些接触 但是叶好轩并不知道 他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不过从他说话的语气 以及神情上来看 他绝对是一个有地位的人 只是叶好轩不知道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叶好轩所在的这个世界 和他自己之前所在的世界 是不一样的 这里的有些东西 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在不同的位面中 一个人的经历也是不同的 只是叶好轩暂时没有办法 离开这里罢了 A氏的许家 在A氏可是属于豪门氏家 李老笑了笑 他向上指了指 上面的人 身份不用我多说了吧 虽然现在退下来了 但是许家在A氏的地位 可不容忽视啊 明白了 叶好轩一点有头 虽然说没有说明这个 许老的身份是什么 但是他已经猜出来了 这老头的身份 可是非同小可 而且他也知道 关于许家 在A氏 那是一个传说呀 我以前是跟在他身边的 属于他的专属医生 专门给上面的领导看病的 哎呀 但是有一次 发生了一个医疗事故 事故的责任不在我 但出事的那个人 关系非常硬 而且这次事情闹得大 一个弄不了 是要引起国际纠纷的 所以必须有一个人 出来承担责任 那个人便是我 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扛下了 这也是为什么 我提前退休 而且到了老家之后 没有任何医疗系统 敢跟我沾上关系的原因呢 叶好轩愣了愣 他只知道 李老以前的身份不一般 但是不知道 为什么提前退休了 本来以他的中医地位 就算是退休了 回到老家也是十分受欢迎的 各大医疗机构 肯定会抢着请他去的 但是到后来 无人问津 只能在这个小村庄里面 给人看病 他的名声也仅限于 这些小村庄的十里八乡 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李老 你的医术在这些地方 简直是屈才了 这是当年受到的冤屈 你难道真的能忍下来不成 不能忍又能怎么样呢 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就算是不能忍 他也得忍咯 这口气就算是咽不下去 那也必须得咽咯 不然的话能怎么办呢 可是 叶好轩犹豫了一下 他终究还是没有再说什么 因为他觉得 中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李老家里 世代都是中医 但是他受到了这么大的冤屈 他真的能忍下来吗 小叶 过去的事情就不用再提了 再提也没有什么意思 其实你应该知道 这个世界上 哪里有什么真正的公平可言呢 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李老 你真的甘心吗 你难道真的一点也不想为自己平凡吗 叶好轩抬起头看着李老 你李家世代中医 到了你这一代 生育几乎都被毁了 你难道真的一点也不介意吗 这 李老巍巍的一正 虽然说这些年他都看开了 但是如果说他真的一点也不介意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毕竟 中医是他毕生所爱 如果不是因为当年的那件事情 现在的他 或许已经把李家的医术发扬光大了 但正是因为当年的那件事情 导致他名誉扫地 替别人背黑锅不说 到头来弄的是一无所有 现在呢 说起来 他也是确实有点不甘心呢 歉意又有什么办法呢 行了 小叶 你也不用劝我了 这些年 我已经习惯了 就算是不习惯 我现在也得变得习惯了 李老 叶好轩抬起头看着李老 你传我银针 我可以把你当成师父 师父当年受过的委屈 我一定会加倍地讨回来 我要让那些人加倍地偿还 有你这么一个徒弟 我可是不敢当啊 不过 你说的也有道理 我传你银针 这银针可是我祖上 当年用着冰铁 融合极地的细银制成的 自带属性 如果你的医术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你就会发现这其中的奥妙 这么珍贵的东西都传给了你 你叫我一声师父 这也是称常的 所以你这个徒弟我就收下了 只是你的医术 可是远远地超过了我呀 这个师父 我可愧不敢当 我可愧不敢当啊